凤与恒哪里会嫌弃这个 更何况这媒婆虽然看上去是媒婆的装扮 不过面相很是不错 也没有些个陋习 说话也算有理 适合她心意的 于是她笑笑回话道 多谢婆婆能来全了这一场婚事 本郡主过后自会有赏 哎哟 这可不敢要 那媒婆赶紧道 九殿下已经给了老奴赏钱 挺丰厚的一笔 老奴万万不能再要郡主的了 说完再不提这个话 开始说正事 郡主 您跟殿下的大婚喜堂设在绝平城 但新人不走夜路 所以咱们今晚先在绝平城休息 明日一早 再从绝平城往绝平城去 正赶得上天黑之前 举行大婚仪式 凤与恒这才知道 原来今日还不能大婚啊 媒婆似乎意识到她的情绪 赶紧又到 殿下说了 没能在郡主急急之日 完成大婚仪式 是她的一个遗憾 不过在绝平城那头也有惊喜 相信郡主到了之后 不会失望的 这媒婆只说有惊喜 可对于这惊喜是什么 却是任凭凤与恒如何问她都不说的 坐在轿子里的人心就长了草 一路上就在那合计惊喜 到底是什么呀 可惜 无论她怎么想 也想不出个究竟来 迎亲的队伍 在傍晚之前进了沙平城 才一进城 就听到望穿黄泉发出的一声又一声惊呼 惹得凤与恒都想掀了盖头 掀开轿帘去看了 却被那媒婆生生拦住 郡主 不能接 这盖头虽说不用一直盖着 可好歹也得进了沙平城的临时宅院里才能摘下 明日还得再盖上呢 望穿黄泉 她没理那媒婆 只叫着自己的丫鬟 你们俩个诈呼什么呢 到底怎么回事 倒是跟我说说 她急得够呛 这种只能听不能看的感觉 实在是太不好了 望穿黄泉这二人 显然已经惊讶到了极点 以至于对于自家小姐的问话 都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就作答 直到凤与恒问了第二遍 这才听黄泉说 小姐 你一定想不到 这场面 你绝对想不到的 太让人震惊了 奴婢简直不敢相信 酒店下居然做到了这些 望穿也跟着道 没错 简直难以置信 小姐 这绝对是惊喜 货真价实的惊喜 这两人的话 说了等于没说 凤与恒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他到底养了两个什么丫鬟 关键时刻 诚心与他为难们不是 他气得坐会叫礼 嘴巴鼓鼓的 喘出的气 把个红盖头都给吹得翘了起来 可惜 还是看不到外头光景 不过倒也不用一直这么郁闷下去 队伍再往前走 外头渐渐的就有更清晰一些的声音传来 他听到 有个女子正笑着在说 你们猜猜看 阿恒看到 咱们是会哭还是会笑 这声音一入耳 凤与恒几乎没把持住 在轿子里直接就站了起来 然后砰的一声撞了头 不得不又坐回去 外头那媒婆一脸无奈地道 郡主您可得小心点 教夫们就算抬得再稳 也经不起您在里头一直这么折腾 可凤与恒能不折腾吗 要不是今儿日子特别 他真的要冲出去了 因为刚刚那声音 他真真切切地听了出来 是玄天歌 那是玄天歌的声音 天歌来了吗 来到南界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就是玄天明所说的惊喜 他面上掩不住的喜色 两只手拧着袖口 欣喜得不得了 可这还不算完 就在玄天歌那一嗓子亮完 很快就会有熟悉的声音 接二连三地传了来 当然是会笑 不过 那也是带着泪的笑 喜结而泣懂不懂 哎我说你们小点声 可别让阿恒听着了 九殿下说 要给他的惊喜的 听到就不好玩了 尤其是你 天歌 你声音最大 你以为你声音小啊 咱们这一路跟着喜叫走 阿恒要是再没听到 那他可就不是阿恒了 这人说完 突然就冲着喜叫里喊了一声 阿恒 有没有听到我们说话 我们特地从京城过来 给你添妆的 凤雨恒的眼泪 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面上还挂着眼不去的笑 眼泪就那么飙出 痛快 欢喜 也窝心 他听出来了 玄天歌 风天玉 任西风 白芙蓉 他在京城最好的几个姐妹 居然全都来了 这是玄天明给他的惊喜吗 真的是太惊喜了 他只顾着哭 没及时回话 倒是那媒婆开了口 哎呦 这几位小姐 新娘子是不能在轿子里 跟你们答话的 可不能坏的规矩 就听玄天歌又道 哈哈哈哈 规矩 别逗了 跟着我九哥 哪里还讲的什么规矩 我九哥就是这天底下 最不守规矩的人 不过罢了罢了 今儿是阿恒大喜的日子 总得圆圆满满的 咱们不言语就是 赶紧的快 快快进宅子里去 阿恒 我们可都想死你了 他也想他们 凤与恒的心碰碰的跳着 直觉告诉他 玄天明的惊喜可不止这些 也许就在前头 就在今晚要临时落脚的宅子里 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他 凤与恒所料没错 他在宅子门口下轿 有人搀扶着过了门槛 玄天明亲自把他接了过来 牵着他的手 就往后院走 因为今日不拜堂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规矩 到了里屋 他将凤与恒头上的喜帕揭了开 就想拉着这丫头出去看看 却不想 凤与恒一把就抱住了他 呜呜地哭了起来 玄天明都被他哭蒙圈了 和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试探地问 是不是感动了 哎呀恒恒 你要相信本王 本王说过会在你急急之日 娶你过门 就一定说到做到 不哭了呀 谁知凤与恒哭的根本不是这个 他抽抽鼻子说 你太用心了 居然把天歌他们 也请到了南街来 我还在想着婚事结了 可身边都没有熟悉的好姐妹祝福 也没有亲人在场 心里总是难受的 玄天明愣了愣 却是笑道 就哭这个 那你现在可是哭早了 走吧 随本王出去转转 就在这宅子里 你看看本王为你准备的惊喜 可还满一份 凤与恒就这么红肿着眼睛 被他拉出了屋子 直到走出自己的小院 来到正厅 这才发现 正厅里坐满了人 一个一个都是他认得的 玄天歌风天玉 人西风白芙蓉 大舅母许氏 二舅母秦氏 妹妹凤响容 居然 还有弟弟凤子瑞 和三舅母苗氏 再往另一边看 四皇子玄天义 七皇子 玄天华 凤与恒的眼泪 再度汹涌而出 再也忍不住 站在当场掩面而泣 凤子瑞最先扑到他身前来 抬手给他擦泪 一边擦一边说 姐姐不哭 姐夫说了 成亲是大喜事 可不心哭的 你看 子瑞都来了 姐姐想不想子瑞 想 她怎么能不想 特别是在姚氏和凤锦元都离世之后 她对这个弟弟就更加疼爱和想念 一把将小子瑞揽在怀里 什么形不行象的全然不顾 哭的那叫一个肆意 她哭 子瑞也哭 这姐弟俩 就像是开了闸的水龙头 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 许氏 几位舅母看不下去了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上前道 阿恒子瑞 你们听话 不哭了 虽说今日不拜堂 可也是阿恒急急的日子 是好事 不能这么哭的 可凤宇恒哪里听得进去 哪里收得住眼泪 这段日子 她死了娘亲死了父亲 心里头一直就有一股子火压着 眼下见着这么多亲人 自己又穿着喜袍 时间特殊地点特殊 场面也特殊 她这眼泪一开就收不回去 干脆抱住三位舅母一起哭 玄天明往后退了两步 无奈地瘫了瘫手 自家媳妇一个人还好哄 可这么多人一起 她真是无能为力了 谁也没想到 这一场大哭 竟愈演愈烈 从凤宇恒一个人哭 到她抱着子瑞哭 再到抱着三个舅母哭 然后响容加入进来 玄天哥四姐妹加入进来 望穿黄泉跟着哭 到最后 竟是这正厅里所有的女人 都齐声痛哭 那哭声震天响 听得宅子里的丫鬟小丝 都跟着掉眼泪 玄天明很是头痛 她从来不知道 自家媳妇的眼泪 可以流这么多 她想劝 却又不知该如何劝起 倒是四皇子玄天翼 比较有经验 她告诉玄天明 不用劝 他们哭够了自己的庭了 你越劝他们哭得就越欢 保不起要哭上一宿呢 一听说没准能哭一宿 玄天明几乎崩溃了 倒是七皇子玄天华 比较务实一些 他开口对许师道 姚家大夫人 不是说 还要给阿恒举行吉吉里吗 这一句话 倒是提醒了许师 他赶紧往脸上抹了一把 好不容易把眼泪给收住了 然后拉着凤宇恒的手道 对 还要行吉吉里的 我们阿恒 吉吉是大事 不能随随便便糊弄着过 许师这样一说 众人也都随声附和 紫睿更是道 吉吉是女子一生中 除出嫁之外的头大事 这是先生说的 紫睿都记着 凤宇恒捏捏紫睿的脸 看着这个弟弟 一年比一年出息 十分欣慰 他对许师道 虽说吉吉是大事 但咱们现在远在难见 也不必有太多规矩 简单操办一下就行吧 他说简单操办 可是许师哪里能同意 再加上玄天明这头 也早就有准备 于是 凤宇恒这个吉吉里办的 那叫一个风光热闹 虽然在兰州城那边 穿上了嫁衣 可头发却是直接放在脑后 没有晚成计的 当时望川就说 小姐毕竟还没有行吉吉里 虽说酒店下来迎亲了 但差了这么一个环节 奴婢心里总是不舒服 咱们不能自己轻视了自己 小姐这个头发不能晚起来 就这么在脑后披散着 奴婢会想办法把凤冠带好 不会影响出行 所以直到现在 凤宇恒都是没有晚发的 情势和苗势 再加上凤享荣 陪着凤宇恒一起回到她的房间 去换装 许氏则留在前厅那头 张罗着一会儿的仪式 专门为吉吉里准备的新衣裳 一早就送了过去 直到这时凤宇恒才知道 自己对于古代礼仪 还是所知太少 原来这吉吉的衣裳 也是大有讲究 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都要换新的 而这新的衣裳 就叫做官服 这套衣裳 是几位舅母亲自准备的 橘色 既然不肃气 也不像大婚礼服 那样喜庆 秦氏说 这是在京城的时候 就做好了的 我跟你大舅母 往基安郡去时 就一直带着 可你后来张罗着去南界 咱们怕一提起 吉吉就会让你想到 大婚之事 怕你心里不好受 这才没告诉你 没想到九殿下 心思这么细腻 不但在你吉吉之日 去接了亲 还提前派人往基安郡去 悄悄地把咱们 都接了过来 苗氏也道 是啊 不但去了基安郡 还去了京城和萧州 我一直在萧州 陪着子瑞那孩子 听说是要来南界 参加你的大婚 可是刀心坏了 对了 我临来时回了趟京城 家里那头 也有人派人去请老爷子 和你的几位舅舅 以及表哥 但老子爷子说了 大婚礼行在南界 京里头也不能 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们就不往南界来了 留在京里 就在你大婚当日 姚府上也要大宴宾客 当做嫁女儿一样的大伴 凤语横听得阵阵心酸 其实他很希望 在自己出嫁时 爷爷能在身边 但想想爷爷那个岁数 从京城再往南界折腾 也是要命 既然京里 也要热闹热闹 留在京中也好 只是可惜活了两辈子 爷爷都没能亲眼看到 他这个孙女出嫁 几人一边说着 响容的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赶紧用手抹了一把 然后才道 酒店下是真的欣喜 来接两位舅母的时候 竟然把我也接上了 二姐姐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子 能对女子好到这种程度 以前我亲娘就说过 一个男人对女人好不好 不是看她给了女人多少银子 而是看她肯为这女人花多少心思 这么多年了 酒店下对二姐姐的心意 咱们都是眼睁睁看着的 响容始终记得 当年酒店下 往凤府下聘礼师的场面 凤家多少年没吃过那样的亏了 御王府的震慑 是响容第一次看到凤家人吃别 响容提起当年往事 凤与恒听了 也是阵阵唏嘘 总觉得时光过得推慢 却没想到细细一算 这一晃 竟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情势和苗氏 没经历过当时的场面 但是往南界来的这一路上 跟响容坐在一辆马车里 几人闲事聊天 聊的都是凤与恒这些年在京中的经历 响容还特地说起那场大聘 说的二人也是连连感叹 以前只觉得姚家男儿重情义 却没想到 黄氏二郎竟也能把感情看得这般重 再想想 情势又说 毕竟有其父必有棋子 皇上与云飞的事 咱们多少也知道些 就冲着这份情义 他的儿子也差不到哪里去 说起黄家二郎 凤与恒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不由得冲着想容眨眼 我可是看到四殿下跟着一起来了 你可别告诉我 他是从京城跟着七哥一起过来的 一提起四皇子 想容的眉心又攒了起来 倒是情势笑呵呵地说 哪里能是从京城来的 四殿下是从基安郡出的发 跟着咱们一起 人家为了找师父 追到了基安郡来 偏偏咱们家这个傻丫头 还不理解人家的一番心意 凤与恒就知道 那四皇子对想容有心思 他也没太拦着 总的来说 自打上次三皇子逼宫一事落败后 这四皇子慢慢地也赚了心性 一开始他觉得可能是装的 可是观察了一阵 又发现不是 玄天义其实骨子里就没有多少反骨 从前多半是受老三的骨动 再加上跟不加定亲 不加在三五不识地灌输些什么思想 慢慢地就把人给带偏了 但实际上 玄天义是个挺没主意的人 他对皇位并没有多少野心 是属于能闹腾起来 也能安静下来的类型 如今人家既然已经选择安静生活 在他看来 如果能好好对享荣 倒也是不错 虽然没了王位 但皇子的身份还在 当初天武帝说是贬为庶民 那到底是他儿子 就凭那老皇帝对感情的看重 怎么可能让儿子受苦 就冲着玄天义如今的生活就知道了 王不王位的 也没有什么影响 凤玉恒带着希望的看着享荣 可惜 享荣对这事始终不太上心 每次提到玄天义 都是一副他很麻烦的表情 情势有心再说几句 可看到享荣这样子 到嘴边的话 不得不又咽了回去 毕竟不是自家女儿 说的太多不好 凤玉恒倒是觉得 这事现在也不急 享荣还小 再等几年 两人多些接触 自然而然的发展会更好一些 更何况 他心知肚明 这丫头心里头有玄天华的影子在 硬塞一个玄天义给人家 也是没地方装的 他拉了拉享荣的手 摇了两下说 别多想 就当多出来一个朋友 你们一师一友 对你来说 没什么坏处的 享荣总是更听凤玉恒的话一些 当下开心地点了点头 还说了句 左右他也不是很招人烦 就当是个根屁虫吧 在场几位也是汉颜 直到凤家的女儿 就是有个姓啊 堂堂皇子 说人家是根屁虫 不过再想想 那四皇子玄天义 倒也真有点根屁虫的架势 前厅这头 所有宾客都在做 各个欣喜地 看着凤玉恒的到来 面上都是笑意盈盈 集集里有许氏主持 他代表家中长辈 亲手将凤玉恒脑后的头发 挽成了一个计 然后再用一块彩布 将那发际包住 再将事先拿在手里的一枚簪子 插入到发际里头 然后大声道一句 凤氏玉恒 年十五 许嫁 接儿礼之 这集集里就算达成了 作为观礼宾客 此时纷纷上前 向凤玉恒道贺 并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凤玉恒笑盈盈地将礼物 结果 再转到身后压换手里 然后一一道谢 玄天哥送礼时 在他耳边小声说 集集里也就这么回事 明月晨间 咱们帮你添装 到那时才是大礼 一事过后 宅院大宴 男兵一桌女兵一桌 男兵人实在是少 后来 军中几名将领 也跟着上了桌 算是凑个热闹 凤玉恒觉得自己 就跟做梦似的 许氏说 集集了就是大人了 明日出嫁后 你就不只是节安郡主 还是真真正正的豫王正妃 将来回了京城 是要住到豫王府去的 他这才反应过来 也才刚刚意识到 成了卿之后 就是别人家的媳妇 不能再住在他的郡主府了 不过秦氏宽慰他说 阿恒也不必担心 九殿下是皇子 你的公婆都在宫里头的呢 外头的事人家不管 嫁过去 你就是当之无愧的主母 上没有公婆约束 下没有些个姨娘小妾的添堵 该怎么样就还是怎么样 玄天歌也道 就是 依我九哥的性子 怕是你的日子 会比在郡主府 时过的更自在呢 他那人最是不讲规矩 府里的下人 也早都习惯了 绝对不会有任何人 给你气受的 你看 我算是唯一一个小姑子 可是站在你这边的 一顿饭 吃得甚欢 女眷这边是先用完的 许是送凤与恒回了房 让他好好休息 明月还要早起 其他人也不再去打扰 都回了各自的院子 只是凤与恒却根本睡不着 想要到院子里转转 一推开房门 却见院子入口处的回廊底下 正站着的白山公子 一美飘飘 一身仙气 玄天华做事向来有分寸 他不会自作主张 出现在大宅后院 更不会自作主张 来到代驾新娘的面前 当凤与恒看到他时 他立即开了口来说 明月让我来通你说一声 他还要在前院多陪一会儿 凤与恒点点头 没深究什么 只是从房间走出 接过了望川端过来的茶盘 放到院子里的藤桌上 亲自泡了两碗茶 再将其中一碗递到玄天华面前 七哥 喝茶 玄天华淡笑结果 倒是一饮而尽 凤与恒笑他说 是喝茶 不是喝酒 怎的这样急 说完 又到了一碗过去 这次玄天华却没喝 只是拿在手里 叮叮地看着他 眉间有淡淡的愁绪 并不明显 凤与恒却依然看得出来 只是他不说 对于玄天华的心思 他从来都是知道的 却从来都不点破 七哥远道而来 阿恒谢谢七哥 他半低下头 声音里也带着淡淡的哀愁 从打来到这个世上 他心里就只有玄天明一个 可是若论起心疼 却非玄天华莫属 这个若仙一样的人也不怎么的 总能牵起他心底一股隐忍不发的悲戏 他不知道悲从何来 明明是一个让人一眼看去 变如沐春风的人 所以他总是控制不住的为他悲伤 七哥是哪天到的 玄天华说 昨天 哦 昨天 他想着 昨天他还在百草堂座堂看着 却是没听说 有车队从兰州经过 玄天华肯定是跟玄天哥他们一起来 那么多人 兰州城不应该一点消息都没有呀 我们绕了城 没队穿兰州 明儿说要给你个惊喜 阿恒 明日七哥为你们煮婚 他叫着他的名字 声音里打了些颤 煮婚 七皇子玄天华来做最合适不过 凤与横露了笑意 谢谢七哥 谢了两回了 咱们之间哪有那么多客气 玄天华看着他 总是忍不住收回目光 几次都劝着自己 是该离开回到前院去了 脚步却移不动 就当最后送他一程吧 道个别 能看着这个丫头幸福 才是他心中最终所愿 明儿会带你很好 放心跟着他走吧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而后转身 凤与横在院中站了许久 直到望川过来叫他 他才回过神来 望川皱着眉 也是轻叹了一声 并没有过多地表达什么 七皇子的心思 他不难看出 可是那又能如何呢 这世上总是有些先来后到 每个人的出场顺序 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 换了位置 结局就都不一样 七殿下再好 到底是比九殿下晚了一步 明日还要起早往绝平城去 小姐还是早点歇息吧 奴婢把沐浴的水都备好了 小姐泡一泡 姐姐乏 凤与横没说什么 转身回了屋子 直到泡进玉桶里 才觉出 这一天下来 也是疲累得很 泡在水里都想睡觉的感觉 他不知道 这些人最终的结局 会是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结局 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年代一直到老吗 而孙满堂 看着玄天明一天一天 长出白胡子白头发 就是不知道 他没心的那朵子莲 会不会也跟着变了白 想着想着 不由地笑了起来 好像那样的日子 也不难想象 只要他嫁给他 两人携手同行 总有一天要一起慢慢变老 只是 他想象不出玄天华的未来 想象不出那个人 满头白发的样子 好像玄天华的形象 就一成不变的定格 在这岁月之中 任凭世事变迁 他都是那个若仙之人 总是站得远远的 观望着这世间一切 一夜无梦 次日迎时末 凤与横就被两个丫头 从床榻上给拽了起来 然后迷迷糊糊的 给按到脸盆边上 开始洗漱 直到脸都洗完就 准备给他化妆了 他这才一个机灵叫了起来 不要 两个丫头吓了一跳 黄泉脱口而出 不要什么 小姐 您这个时候再要逃婚 可是来不及了呀 乖乖的听话 再过一日 咱们就该改称呼您为王妃了 望川也笑着说 记得奴婢跟黄泉刚到凤府时 就是跟您叫王妃的 是您说 在凤家要低调 不要落人口舌 这才叫了这么多年小姐 如今小姐小姐的叫习惯了 又要改回王妃 倒是有些傲口 他一边说 又一边试图把手里的胭脂 往凤与恒的脸上招呼 凤与恒赶紧将他们 这动作给拦下 开口道 你们先出去 在外头等着 化妆这个事我自己来 绝对比你们化的好看 天知道他有多恐惧 古代人的浓妆画法 这些年每每有宴会什么的 都是他自己在空间画的 从来不敢让这些丫鬟们动手 更何况今日大婚 他早就想过 在自己大婚当日 定要画的像样的新娘妆 古代这些胭脂 绝对是碰都不能碰的 望穿黄泉也知道 凤与恒会自己 鼓到些妆面出来 可今日不比往常啊 往常的宴会 凤与恒妆画的是好看 但跟大婚妆比起来 就肃担太多 黄泉不放心地道 小姐 今儿可是得浓艳一些 这样配着大红洗袍才好看 凤与恒点头 放心吧 你们先出去 大不了我画完了 你们再进来补补 听他这么说 两个丫头也就放了心 双双退了出去 见人一离开 凤与恒马上就闪身入了空间 将化妆品都摆了开 从爽肤水到精华液 认认真真的给脸部打好了妆底 然后也不多留 带着一堆彩妆出了空间 直接把两个丫头又给叫了进来 你们用这些来给我画 她自己不是化妆高手 平日的淡妆 还成 今日大婚 怎么也得有些古实特色 但妆底是自己打的 凤与恒对于自己打底的手法 还是十分满意 再看着两个丫头 新奇地看着那些化妆品不会用 便要耐心地讲解了一遍 望穿黄泉也是聪明丫头 很快就领会了使用方法 倒是用这几套厚实的彩妆 给凤与恒化了个漂漂亮亮的新娘装出来 望穿不由的感叹 小姐的这些胭脂是真的好 比绝冰城的铺子里 卖的那些还要好很多 凤与恒开在绝冰城的百草箱 也卖这些玩意 但多半都是些零散的 没有她留用的这套好 今日大婚 她心情不错 当下就答应这两个丫头 明儿一元送你们一套 左右东西有的是 只要这套拿出来 隔一会儿不放进去 里头就会自动再生成一套 她用意念往空间里扫了一眼 很好 现在已经生成出新的出来了 装面化好 很快的 许氏等人也都到了 玄天哥带着一众姐妹 上前来给凤与恒添妆 许氏也趁机告诉凤与恒 你头上戴的黄水晶凤冠 可是出自白巧匠之手 凤与恒点点头 看着白芙蓉道 我就知道 这样的东西 这天底下除了白伯伯之外 再没人能做得出来 白芙蓉笑嘻嘻地说 你喜欢就好 我跟父亲现在也算是白手起家 家里有些家底是不假 但跟天哥他们实在没法比 我跟你说 他一边说 一边指着玄天哥几人 抱来装礼物的木盒子道 这里头 他们可是下了血本的 那种东西我可给不起 说着 又把自己手中的木盒递了上去 给 这满满一盒子 都是我爹特地为你打的手势 什么都有 你以后 留着慢慢待 玄天哥几人 也不计较他的腔白 只是对凤与恒说 不管什么东西 都是咱们姐妹的心意 我们只希望你今后能过得好 其他的什么都不图 你这是嫁给我九哥 我心里有数九哥的家底 所以倒是找了些奇珍宝物 但银钱上就没给你添什么了 可等这几个丫头以后出嫁 就得多备些金票银票 可是不能让他们吃苦的 几人都是互相为对方着想着 凤与恒也道 不止咱们 你自己也是 别看现在是金枝玉叶的公主 谁知道以后要嫁给谁呢 放心 咱们互相帮衬 有我在 不会让你们吃亏 姐妹几人手挽着手 心里都是连连感慨 感觉相识还是在昨日 他们还是些成天打的闹闹的小孩子 还整日里惦记着到仙雅楼 去吃好吃的 可是一转眼 却都到了出嫁的年龄 难免令人唏嘘 想容默默的陪在凤与恒的身边 安氏已经在四皇子的安排下 从京城往稷安郡去了 想来应该到了 如果安氏知道凤与恒大婚 应该也会特别高兴吧 他握着手中的天桩里 觉得有些拿不出手 可是愁出了老半天 还是塞到了凤与恒手里 然后说原本四皇子给了我些好东西 让我来为你添妆 但是我想咱们是亲姐妹 没必要弄得那么虚假 想容没什么钱 二姐姐是知道的 所以我也没必要拿别人的东西来冲门面 这些是我自己绣的 有些二姐姐给的图样 还有些我自己想的图样 就送给二姐姐 以后做做装饰也挺好 凤与恒接过想容的添妆里 站起身来把这个妹妹抱在怀里 轻轻拍着她的背说 我们想容送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二姐姐都是最喜欢的 放心 二姐姐就是出嫁了 也是你的姐姐 就算是住进御王府 你也是想来就能来的 更何况咱们还有基安郡 可别以为我真的就住到御王府里不出来了 众人都笑了 是啊 这是凤与恒啊 是吉安郡主啊 小小御王府里怎能关得住她 她有她的郡主府 她有她的基安郡 她有她的天下 有她的人圣 这女子光彩的连堂堂酒殿下 站在她身边 都会有几分失色 即便她嫁了 她也还是她 是那个大顺人们传说中的要王菩萨 是展翅高飞的凤凰 她是凤与恒 无可取代 天舞24年4月18 九皇子玄天明 迎娶寄安郡主凤与恒 喜叫 从沙平城台出 往绝平城台去 随亲的队伍排了好长一串 个个都身份不俗 玄天明走在最前 骑在高高的白骆驼上 大红喜袍在阳光的照射下 格外耀眼 从来都是一脸邪美的九皇子 破天荒地挂上了得意的笑容 唇角这一路就没放下过 喜叫里的新娘子 亦是幸福满满 笑容怎么都掩不住 时不时的耸肩抖动两下 像个偷到了糖吃的孩子 南界大漠 喜乐震天 人人都知 战神今日迎娶要王菩萨 兰州城内 百姓们自发地 在各自家门口放弃鞭炮 更有很多曾经被百草堂 救治过的病人及家属 来到百草堂欢聚一堂 送了好多礼物 百草堂干脆在门口开了几桌 算是给东家贺喜 还发了好多喜宾喜堂 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聚到这边来 凤与恒定在急急次日大婚 这消息玄天明那头早就提前送出 再接玄天华玄天歌他们 往南边去的时候 就已经跟姚家打了招呼的 而姚家这次也十分高调 一点都没藏着掖着 不但早早就把消息给放了出去 还干脆大操大办 就在凤与恒于南界大婚当日 姚府也大开府门设下喜宴 从前院到后院 摆了整整八十八桌 这喜宴由姚显亲自出面张罗 别看这老头 平日里不险山不露水的 也没什么官职在身 看上去是了闲散人 但实际上 京城里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曾受过他的恩惠 姚家可是医药世家 在京城扎根树带 是有名的百年望族 就连当初凤锦元娶了姚氏 那也是因为姚家的地位和名望 能对他凤家有所帮助 医药世家 就过的人数都数不清 几乎各家各户都有 虽说姚家经了那一场劫难 可如今又回到京中 且皇上的态度摆在那里 谁还敢再轻视这一座姚府 姚显一句话 几乎全京城的人都出动了 挤着往姚府里来 那些德国姚家恩惠 平日里又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谢意的人 总算是找到了机会 贺里那是一箱子一箱子 往姚府里抬啊 还有那些一心 想要巴结姚家的人 那也是手里握着大把银票 削尖了脑袋往府门里挤 生怕晚了进不来 还有那些曾经被凤与恒救治过的人 有穷的有富的 纷纷上了门来 富的带着贺里 穷人实在 有的干脆就提着一篮子鸡蛋到了门口 姚家女眷都去了南界 这头就收姚敬军领着姚叔在门口接待 其他姚家儿孙则在院子里招待来客 姚敬军对所有来贺喜的仪式同仁 绝对不搞任何特殊 进门来就都是客 谁也别摆谱 当然 八皇子是不会来的 而剩下的大皇子二皇子 跟凤与恒的交情 那是相当不错 五皇子也不是那起子爱找茬的人 更何况 他一直惧怕玄天明那两口子 更愿意主动缓和关系 所以也是带着善意和笑脸来的 至于其他道场的人 皇子们的态度都摆在这儿了 他们又能说什么 在姚家面前 他们又敢说些什么 这姚显说是的大夫 可人家跟皇上的关系 都快达到拜把子的程度了 能开门把他们迎进府来 已经是魄力 还不赶紧的好好表现 争取能在姚显面前讨些好话来 一时间 姚府的门槛都被踏破 人们各尽所能的表达着 对于继安郡主与九皇子大婚这件事情的祝福 吉利话一句接着一句的说 礼物毫不吝啬地往外送 姚府院子的空地 已经被塞得满满腾腾 快走不了人了 可是道贺的人群络绎不绝 姚敬军请示了姚显之后 姚显干脆吩咐开了郡主府 把礼物都抬到那边去 姚家这头依然是主宴会场 还得吃吃喝喝的 风招连今日也来了 带着乌离生一并入了姚府 姚家人知道 这人跟凤雨恒的关系 便也没当外人 直接让进了内院 凤雨恒的六表哥姚姓 却是偷偷地跟风招连说 本来你应该在外院的 不过看你这身装扮 还有这长相 在外院怕是会引起骚乱 罢了罢了 你还是到后院 去跟女人们坐在一起吧 风招连笑嘻嘻地点头道 好好 左右七殿下也不在京里 我坐前院后院都是一样的 说完还伸手去点了点姚姓的头 你这小鬼也老大不晓得了 姚家怎么这么能留儿子 差不多的 该给你们找媳妇了 姚姓被他说得脸通红 一转身快步跑了开 再也不想搭理他 风招连笑得娇媚 引得乌黎生开口劝了句 夫君还不是要总是这样的好 免得让更多人误会 误会你的性别 可风招连却是铁了心的 要让所有人都误会 走起路来腰身记得更欢 偶尔对着几名年轻男子 抛个媚眼什么的 都能把人家的魂给勾走 乌黎生拿他没有办法 只能默默地在后头跟着 姚家设宴 京中高门大户中 除了八皇子党以外 悉数道场 但还有一家人比较纠结 那就是左相吕松一家 吕松从打听说 这两人要大婚一世起 就一直纠结着这个事 在朝中纠结 回到家里还是纠结 特别是昨日早朝时 皇上还特地提起了此事 很是感慨 他心里就更着急 平心说 吕松是想去的 因为吕燕的事 他已经不可能再跟八皇子 站到一派去了 甚至心中还有极深的恨意 他与夫人葛氏 都想向玄天明凤与衡这边靠拢 可那二人都在南界 他是想靠也靠不上去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机会 但 艳是设在姚府的 当初吕家跟姚家 那也是亲家 可出了吕姚那档子事之后 姚家就已经把吕家人 列为拒绝往来户了 这叫吕松如何上门 他在府里转悠了一个上午 转得葛氏都迷糊了 可也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主意来 吕家把姚家得罪得十分彻底 当然 姚家把吕家也收拾够呛 他们家的经济 到现在都没恢复过来 还是只能靠着吕松的愤怒过日子 不过总这么下去 也不是个事 可是再想想 终于说了句 算是个点子的话 要不 让平儿去走一趟 吕松脚步一顿 眼睛也跟着一亮 对啊 他还有一个女儿呢 让吕平往姚府走一趟 姚家人再如何 也不至于为难的小姑娘 就是吕平的那个影集 家里的百香水还有吗 可是点点头 还有一些 老爷若是打定了主意 我这就去取来 给平儿用上 快去快去 平儿那头我亲自去说 今日这一趟 他是必须得走了 吕松说完 快步往吕平的院子里走了去 凤府 凤粉呆坐在小院里 春花开的正夜 偶有花香随微风而来 铺了满鼻 可他却半点都闻不到清香 还在问身边的丫鬟冬英 这是什么花的味道 这么难闻 冬英说 回四小姐 是茉莉 在吸吸鼻子 说了句公道话 挺清香的呀 粉呆却摇头道 一点都不香 名都拔了 换牡丹 牡丹 冬英诧异 小姐以前不是还说 牡丹太炎太俗吗 院子里早先是有几株牡丹的 就因为小姐不喜 这才都拔了去 可我现在又喜欢了 粉呆面无表情 思绪却是管不住的翻滚着 从前凤府兴旺时的一幕幕 朝着他飞扑而来 那一个个曾经鲜活 如今却已经是去的人 瞬间复生 在他眼前上 掩着那些熟悉的一幕又一幕 他看到了老太太 看到了沈氏 看到了凤臣渝 看到了韩氏 还看到了金针 那么多那么多人 怎么一下子 就只剩下他自己了呢 粉呆有些恍惚 总算还记得之前的话题 却是正正的对冬鹰说了句 从前凤府里有个牡丹院 就种满了牡丹 女儿你这人再重新种回来 那样 我就会觉得凤家还在 冬鹰有些害怕 赶紧劝他道 小姐 过去的事就别想了 凤家没了 咱们不是说好 以后好好过日子吗 别再想着那些了 凤粉呆倒是没接这话 只是问了句 武殿下呢 今日怎么没来 自从凤警员去了南界 凤响荣和安氏也被接走之后 武皇子几乎每天 都要往这边来一趟陪陪粉呆 今日却并没有如约到访 东鹰提醒他说 据说今日南界那头 九殿下迎娶二小姐 姚甫那头摆了大宴 武殿下去道喜了 道喜 粉呆一愣 随即恍然 哦 他们大婚了 那是应该道喜的 可是武殿下 怎么不带着我一起去呢 说完不等东鹰回答 又自顾的说 也是 带我干什么 那是凤雨恒的外祖家 不是我的 我的娘亲 是从花柳巷子里 抬出来的清官 无亲无故 我都不知道外祖是谁 无依无靠 也无牵无挂 小姐别这么说 您还有武殿下 武殿下 但您可是真心的 东鹰极力劝着 心里也是替这位小姐别扭 要说武皇子 对凤粉呆的心思 是个女人都会感动吧 当初不过是遭人设计 阴差阳错的着了的道 却没想到 武皇子居然上了心 不但为了他遣散府里 所有女人 还硬是打破传统 以皇子身份许了一个庶女为正妃 有这样好的人护着 这四小姐 还折腾个什么劲啊 可是凤粉呆就是爱折腾 从小到大 她骨子里 都有一骨子气发泄不出 她想当凤家嫡女 想要踩在所有姐妹头上 这个愿望至今也没有变过 凤与恒大婚 很好 那是她的二姐姐 她应该祝福的吧 可是为什么 祝福的话就在嘴边 却偏偏一句也说不出来呢 粉呆试着几次开口 终于发出声音来 说的话却是 大婚好 你大婚了 咱们才算彻底的撇开关系 二姐姐 较量才刚刚开始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东英不知道 自家这位小姐的心 到底是怎么长的 只能感叹 自己跟错了主子 偏偏麦生气还在人家手里 又有五皇子在后头给撑着腰 她是一点歪心思都不敢动 就只能默默祈祷这位小姐能成功 自己也跟着出人头地吧 否则一旦粉呆失败 怕是她的下场 也好不到哪去 说起来 因着玄天明凤与恒大婚 或是热闹 或是坐立难安的人可不止这么些 八皇子那头的闹心就别提了 玉旷一事 搞得她至今都要天天去刑部衙门报道 更是因此误了很多事 不过好在有那么多后宫妃嫔的母族势力 拥护着 她倒也不算是势单力薄 这些年在云飞的阴影下 那些妃嫔们早都已经濒临崩溃 母族甚至都把他们放弃了 但心气儿却还在 被地里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这才在玄天末大手义军之下 悉数入了其麾下 说到云飞 今日的云飞倒也破天荒的做了一件大事 当张远把这件大事告诉给天武帝时 天武帝正端着茶看折子 猛的一下 把他惊得茶碗也打翻了 折子也湿了 就连龙袍的下摆都沾了水迹 可是他不在乎这些 只盯着张远问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张远也是老激动了 颤着声音道 月寒公那头递了话 说云飞娘娘请民到月寒公一叙 天武突然就哭了 老泪怎么都忍不住 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骂自己 这么没出息呢 可兴奋之情却在难掩 从龙椅上下来 跌跌撞撞的就要往外走 吓得张远赶紧在后头追上去拦着道 皇上要去也得换身衣裳啊 可不能就这么去 怎么 这身不合体 天武也非常紧张 低头瞅了瞅 现在穿的还是龙袍呢 挺精神的啊 那这应该穿什么 张远指了指刚才茶水打翻时 沾上的水迹说下摆都湿了 再者 皇上您跟云飞娘娘 那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能穿着龙袍去见 显得多外道 您要是听奴才的 咱们就先回昭和殿去换身便装 一来显得年轻 二来也让人觉着 没有架子不是 天武一拍脑袋 这小太监说的对啊 云天平是什么人啊 那是最讨厌皇权势力的一个 本来就因为他是皇上 又娶过那么多妃嫔的事 跟他闹腾了二十多年 金月好不容易让他金月寒宫了 他要是敢穿着这身龙袍去 那女人还不得一脚再把他给踹出来 走走 他催着张远 赶紧的咱们回去换衣裳 天武到底还是换了一身极普通的长服 看上去确实像张远说的 年轻了不少 可再想想 云飞那张二十几年 几乎没什么变化的脸 天武还是觉得 有点大叔去见小姑娘的感觉 但想想也挺刺激的 不由的心情又好上了几分 他问张远 你说 云天平今儿为何让镇进月寒宫去了 镇上次进去 还是因为月寒宫起了火 但今儿没听说起火呀 张远乐呵呵地道 许是今儿娘娘心情好 皇上您忘了 今儿可是酒店下跟基安郡主大婚的日子 云飞娘娘是亲娘 自己儿子大婚了 哪能不高兴的 天武点点头 是啊 朕可没忘 那两个孩子这么多年来都不容易 老九总算也是有良心 知道旅行当初的承诺 在阿恒急急当天上门迎娶 朕心甚畏 天武说到这里 心头振振后怕 他还真怕南京的战士 把这两个孩子的亲事给耽误了 阿恒那丫头 明白着就是个有脾气的 而且还是有大脾气的 他以前就丑明白了 搞不好那脾气跟云飞一个德性 在他急急之日 两人就大婚 这话可是老九那头先撂下的 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办不到 保不齐那丫头 就跟云飞学一学 来个几年不见 或者再也不嫁了呀 天武擦了把额上渗出的冷汗 拍着心口道 可不行可不行 阿恒是的保 老九要是把他给丢了 世间就在难找啊 张远跟着天武年头多了 对于这老皇帝的跳跃性思维 已经很能接受 甚至都不用多想 都能分析得出来 是怎么个前因后果 于是紧跟着道 皇上放心 九殿下一向说话算话 是吗 天武怂怂间 那小子翻起脸来 可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说话算话 这种事跟他不挨边 不过也分跟谁 天武琢磨着 老九再怎么着 在阿恒那丫头面前 也是有几分俱内之色的 就像他 堂堂一国之君 偏生就败给云翩翩那个女人 哎 这都是孽元啊 说话间 二人已经走到月寒宫门前 就因为张远说到这边来 不能摆架子 天武特地没带那么多人 左右他来月寒宫人们也习惯了 他说不让跟 就没一个人敢跟 月寒宫门前 两个宫女正垂手站着 见皇帝来了 赶紧上前行礼 然后其中一个道 娘娘今日在宫内设了宴 就等皇上入席呢 设宴 天武一听就乐了 感情还真是给一二庆祝 快 带朕过去 小宫女礼貌地引领着 天武帝往观月台那边走 经了上次的大火 重新休息的观月台 比之前还高了几丈 看起来很是气派 天武进了观月台 第一眼就是抬头往上看 就见月台之上 一桌酒宴已经摆在那里 菜香果香气气飘来 很是有几番人间烟火的味道 而一个穿着淡黄色宫装的女子 就坐在那宴席旁边 随手包着葡萄 吃得美滋滋的 自从上次月寒宫大火 天武也算是见了云飞几次 可这宫殿修好之后 这女人就幼住了进来 她再没能见过 今月一瞅 好吗 怎么瞅着比上回还年轻了呢 天武往自己脸上摸了一把 心中暗道 从长相上看 这真的快成长辈了 这时 上头的女子也往下方看来 看着看着 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竟随手捏了个葡萄 对着天武就扔了过来 天武猝不及防 被那葡萄 正正好好的打中了眉心 吓得她唉呦一声 按说这算行刺 打皇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动手的人是云飞 谁又敢管 别说 就是打乖的小打小闹的葡萄 她就是扔过来一把刀子 怕是张远也好 安慰也好 除了能用自己的身子 替天武挡着之外 对行凶之人 也是不敢动上分毫的 谁让人家是云翩翩呢 天武帝早就有话 如果朕有一天死了 是云翩翩杀的 你们谁也不许动云翩翩一下 还得给我把人好好保护着 不能让朕那些儿子 因为报仇再给伤了 这就是天武给云飞的特权 全力大到关乎她的性命 而在天武看来 云飞就是她的命 只要对方愿意 她可以天天来越寒宫挨打 只可惜 这样的机会 隔前被葡萄打出来的一块淡紫色印记 甩开张远 大步就往观月台上走 直走到那宴席前 站到了云飞对面 仔细打量了她那一张脸 又忍不住惊呼出声 你怎么这么年轻 云飞白了她一眼 根本也不解释 只是指着席间的另一把椅子说 坐吧 明儿大婚 我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该跟谁分享一下心中喜悦 没办法 就只能烦恼你这位大皇帝 往我追越寒宫来走一趟 谁让你是他的爹 天武搓搓手坐了下来 很是有几分激动的说 儿子大婚 咱们自然是要聚一聚的 偏偏 你能叫朕 我 你能叫我过来 我很高兴 我倒是不怎么高兴呢 云飞白了她一眼 吃吧 吃完了就走 不过一顿饭而已 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天武黑黑的笑着 也不介意她这态度 倒是真的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她是皇帝 吃过那么多山珍海味 可此时此刻却觉得 都比不上云飞这里的一口饭菜 特别是看着云飞 也拿起筷子 慢悠悠地吃起来 她就更是有一种 心满意足的感觉 呼之欲出